大家好,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场见而又特别的植物 想必很多人都听过它的名字 没错,就是这个植物 它叫午夜地景,也叫爬山虎 估计很多人都见过吧 特别是在城市的高架桥 当我们开车或路过各个高架桥之间 我们便会看见桥墩上爬满了绿绿的爬山虎 那为什么高架桥下面总是布满了爬山虎呢 因为爬山虎适应性强,分布广泛 既耐严寒又耐高温 爬山虎的静夜密集 可覆盖高架桥的整个墙面上 不仅可以遮挡墙内的阳光 而且由于叶片与墙面之间的空气流动 还可以降低高架桥下的温度 使建筑物表面的温度降低3-5度左右 不仅美光,还能为大桥遮风挡雨 减少自然风化对大桥的损害 爬山虎叶片呢,还可以吸收尾气 粉成,净化成空气 同时还可以有效吸收噪音 降低噪音的危害 然而爬山虎真的只能当城市的观赏植物吗 不是的,其实啊,它还是一位很好的中药材 特别是人到了中年 由于年轻时候啊,对生活的付出 身上总会各种疼 像风湿啊,光洁啊之类的痛 是很难受的 这个爬山虎就起到了很大的价值 我们这里有经验的老人啊 都会踩歪他的根,回来倒腊 然后加入白酒,附在疼痛处 所以被我们当地人呢,称为风湿草 朋友们,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呢? 或者对爬山虎还有什么其他见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 by bwd6 by bwd6